人不要与狗斗的原因 人赢狗 敌狗还狠 狗赢人 连狗都不如 打平了 跟狗一样 王冠上的苍蝇 并不比厕所里的苍蝇更可贵 每个人的内心都充满了魔鬼 学会控制它 魔鬼可能是贪欲 可能是绝望 也可能是戾气 但无论如何 去控制它 这个世界上所有成功的人 都在试图控制它内心的魔鬼 妈妈说 人生最好不要错过两样东西 最后一班回家的车 和一个深爱你的人人 如果背叛是一种勇气 那么接受背叛更大的勇气 感恩和忏悔 西方宗教和东方宗教固有不同 但在感恩和忏悔上 没有什么大的不一样 晚上睡觉前 想想帮助过你的人 也想想你做的不对的事情 譬如一个瓶子 要学会把脏水倒出去 把干净水引进来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谎言与誉言与誓言的区别在于 一个是听的人当真了 一个是说的人当真了 人生三愿 一是吃得下饭 二是睡得着觉 三是笑得出来 爱众人 尤其爱你的家人 他们与你日夜生活在一起 而你给他们的关爱 甚至少于他人 微妙地表达你的心意 你将播种出最让他们无法忘怀的感动 一个家庭的和睦 正昭示着没有什么 痛苦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你们 三人行 必有我师 三剑客 必有一墙 三角链 必有一伤 明星拖一点就能更出名 我拖得光光的却被抓起来了 微笑 还有什么比微笑更美好的事情吗 年华微笑 眉宇间自然焕发力量 它既可以波及自己 也可以感染他人 在你最痛苦的时候 在你压力最大的时候 在你失眠的时候 在你受尽了委屈的时候 微笑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这是这个世界的基本法则 三十岁以后 男人忙着装成熟 女人忙着装嫩 人生四个存折 健康 情感 事业和金钱 如果健康消失了 其他的存折都会过期 咸鱼翻身 还是咸鱼 你需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没有谁亏欠你 因为一切都是你种的果 把命运寄托在自己身上 这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心思 为此努力 拼搏 不舍昼夜 凡事想别人感激 那是必然要失望的 难道全世界的鸡蛋联合起来 就能打破石头吗 所以做人还是要现实些 一山不能容二虎 除非一公和一母 我们开始相爱 不是因为找到了一个完美的人 而是因为学会了完美地看待一个不完美的人 钱可以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现在的梦想决定着你的未来 还是再睡一会儿吧 不要害怕诱惑 你抵制了它 说明你是个好人 抵制失败了 说明你曾经是个好人 早起的鸟有虫吃 早起的虫被鸟吃 请记得 好朋友的定义是 你混得好 它打心眼里为你开心 你混得不好 它由衷地为你着急 遇到不想回答的问题 只是对方的眼睛 微笑 沉默 一头狮子领导下的一百只绵羊 比一只绵羊领导下的一百只狮子 可怕得多 生活是灯 工作是油 若要灯亮 就得加油 换做那人的位置 通常 我们往往对他人充满了怨恨 那可能是你的上级 也可能是你的合作伙伴 站在你的立场上 你无法了解他人 但你稍微站在那人立场上 世界便会不同起来 天地 更宽 所以孔子说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一个人可以失败多次 只要他还没有责怪旁人 仍然不是一个失败者 永远不要后悔 我们无法选择回去的路程 但是要清晰地面对已经造成的挑战 努力去调整 并相信自己会成功 无论你深处绝境 还是罹患重疾 你对过去无能为力 但在当下 你的未来 并不那么渺茫 只要你努力 坚信自己 坚信自己 人生往往柳暗花明 即使输掉了一切 也不要输掉微笑 他们总说我没心没肺 那是因为还没遇到能让我掏心掏肺的人 虚作白日梦 你要清楚地知道你到底是谁 要去哪里 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很多人浑浑噩噩 得过且过 你能清楚地意识到 或者梦想去到达彼岸 有时候 人生境遇就是如此 轻而易 举地到达你的彼岸 漂亮只能给别人提供眼福 却不一定换到幸福 如果真诚是一种伤害 请选择谎言 如果谎言是一种伤害 请选择沉默 如果沉默是一种伤害 请选择离开 人生没有彩排 每天都是直播 不仅收视率低 而且工资不高 有钱就败家 没钱就败神 恨一个人和爱一个人的区别是 一个放在嘴边 一个藏在心里